我们都知道在程序里头 你要想表达一个数据 你就需要有个变量 而每个变量呢 又都必须有一个类型 我们之前知道C元有 int, double, float, char 等等这些基础类型 还有指针 如果你想表达的数据 比较复杂 它不是一个值 比如说你要表达日期 它有年约日三个值 你要表达时间 它有十分秒三个值 你要表达一个人的学习记录 它可能有姓名啊 学号啊等等一大堆的数据 但是你又希望是 用一个整体去表达 这么多集合在一起的数据 这个时候 我们就需要用到C元的 一种特殊的东西 叫做结构 一个结构就是一个 复合的数据类型 在里面可以有很多 各种类型的它的成员 然后我们用一个变量 来表达那么多的数据 比如说我们面前的这个程序 在这个程序里面呢 我们声明了一个结构类型 这个结构类型叫做date 在这儿 我们说strat 这是一个关键字 stratdate 在它后面有一个大括号 有一对大括号 这一对大括号里头 是这个结构里面的成员 我们在说每一个date的 这样的一个structure 里头呢 会有一个int型的month 会有一个int型的date 还会有一个int型的year 都会有这样三个 它的成员变量 也就是说将来每一个date里头 都会有这样三个东西 那在声明这个结构类型的时候呢 这是一个一条c元的语句 所以对初学者来说 很容易忘掉的一件事情 就是在这个地方 是要有分号的 我们先来看这件事情 假如你忘了这个分号 我们这个程序会怎么样 我们现在这个程序呢 是可以正常的编译 然后去运行它的 如果我把这个分号给漏了 现在在我的编译器上 它说在第九行呢 有一个错误 这个地方呢 需要有一个分号 在这个strat后面 要有个分号 你可以拿你的编译器试一下 我记得很多年以前 我们用的比较古老的 c元的编译器 不会给你这么明确的 一个错误提示 那个错误会让你 很摸不着头脑的 你可以拿你自己的编译器 看一下 它会给出一个 什么样的结果 我们刚才看的那个代码 如果你忘了 我们可以回去看一下 它把这个结构呢 声明在main函数的内部 但是实际上呢 和本地变量一样 如果你在函数内部 去声明一个结构的话 那么这个结构类型呢 只能在这个函数内部被使用 如果你希望你的结构 能够被更多的地方去使用 能够被main以外的其他函数 也能够去用这个结构体 这种类型的话 那你需要把它放在函数的外面 我们通常都会把结构的声明呢 放在所有函数的外面 让它和函数是相同地位的东西 也就是说它不依赖于 它不依附于任何的函数 它是在所有的函数当中 都可以使用的 只要在这个结构体的 这个结构类型的声明的下面 你都可以去使用这种结构类型 来做事情 我们在做结构声明的时候 其实有很多 稍微有变化的这种形式 这一种是我们刚才看到的 我们去声明了一个结构 一旦声明了结构之后 我们就可以去使用这个结构 我们要去使用这个结构的时候呢 我们要把结构的名字 前面跟上Stra 来作为一个类型的名字 我们不能单纯拿point来作为类型的名字 我们必须要说StraPoint 然后后面跟上变量的名字 在我们这个代码里面也是一样 我们声明了一个StraDate 然后呢我们就在下面说 定义了一个变量 叫做StraDate的Today 所以在这一行呢 我们定义了一个变量 这个变量的名字叫做Today 而它的类型呢是StraDate 接下来我们就可以去使用这个Today 去做一些事情了 所以这是我们声明结构的第一种形式 我们单纯去声明一个结构 然后呢在下面用StraPoint 去给出一个 给出它的这个变量 所以在前面上面去声明结构 下面去定义变量 第二种形式是这样的 我们在Stra后面呢 没有名字了 没有名字了 但依然有大括号 依然有变量 然后呢 在后面跟了两个变量的名字 在这种情况下 P1和P2并不是类型的名字 它们就是前面的这种结构类型的两个变量 但是那个结构叫什么名字呢 没有名字 在某些地方我们会遇到 代码会写成这个样子 它只是想要两个变量 这两个变量里面呢 有X和Y 这是明确的 可是它并不希望 它并不想在很远的将来 继续去使用这种类型 所以它没有给这个类型起名字 它只说我要P1和P2 当然 这种做法不太常见 可是更常见的是这样的 我们可以 在Stra后面有名字 所以我们在这还是声明了 一个新的结构类型 叫做Point 可是呢 在结尾的大括号和分号之间 我们放了两个变量的名字 所以这一个地方呢 它同时做了两件事情 第一件事情 它在声明一个结构 叫做Point 第二件事情呢 它在定义 这种结构的两个变量 P1和P2 所以这三种形式 都是我们可能会见到的 在程序当中 用来声明结构 用来定义它的变量的形式 一旦我们 有了一个结构的变量 比如说 我们前面那个Date 那我们说StraDate Today Today就是一个结构的变量 在StraDate那个地方 我们在声明它的时候 所声明的它的 这个结构里面的 那些成员变量 我们就可以通过 某些方式去访问它 那因此呢 我们就会认为说 这个Today里面呢 其实就是有Month Day Year 这三个Int组成的 如果你有办法 去看到它的内存的话 你就会看到 在它的内存里面 就是有Month 有Day 有Year 这三个Int 然后呢 你可以想办法 给它付一些各自的值 这是每一个结构变量 都会具有这样的东西 所以其实我们在说 两件不同的事情 我们的这一部分代码 是在声明一种新的类型 而我们的这个代码 是在定义 这种结构类型的 一个变量 所以结构类型 和结构变量 是两件事情 我们声明了 结构类型之后 可以用这种类型 去定义出 很多结构变量来 每一个结构变量 都按照它所声明的 那种样子 里面会有Month 会有Day 会有Year 那既然 这是一个变量 我们当然首先要来 考虑第一件事情 就是变量的促使化 因为我们知道 放在函数内部的变量 我们叫做本地变量 本地变量是 没有默认的促使值的 如果你不去给它 一个促使值 它就里头是乱七八糟的值 所以我们怎么给一个 结构变量 付出使值呢 如果是一个int 我们要付出值 让它等于什么什么 如果是个数组 我们知道 你可以给数组变量 付出使值 要用大括号 大括号里面的值 会依次给数组里面的 每一个单元 现在对于结构 我们还是用 大括号来付出值 当然这个时候 写法呢 就这样子 我们看到 在这个例子程序里面 我们有两种方式 一种方式是说 这个Today呢 等于大括号 然后里面给的三个值 那你的编译器 会知道说 这个07呢 是要给第一个month的 31呢 是要给第二个day的 而2014呢 是要给第三个year的 这是一种方式 你就老老实实 把所有的值都放在那 就像数组一样 对不对 第二种方式呢 是说 我可以具体指明说 哪一个是谁的 比如说 我可以说 点month等于7 于是呢 month得到了7 然后我说 点year等于2014 于是year得到了2014 可是呢 我没有给day复值 那这个时候 day会是什么呢 你知不知道 我们在讲数组的时候 提到过 如果你给数组 复值的 这个给的值的数量 少于它的元素的个数 剩下那些会是什么 我们来试一下 这个程序 我们会输出 today的三个值 也会输出month的三个值 我们看到呢 他说today呢 year month date 刚好就是2014731 而month呢 因为我们只给了 month 这个this month呢 我们只给了year和month的值 所以year和month有值 而那个day呢 就是零了 所以这件事情 其实和数组的那个 粗织化的 大概的想法是差不多的 你给的值 它会填进去 你没给的值呢 它就填零 所以接下来 我们就要来看 结构里面的成员了 我们再说 我们去声明一个结构类型的时候 那个结构类型里面 你可以给出它的一些成员 我们把它叫做成员变量 从模组角上看 结构和数组有点像 数组里头呢 有很多的单元 结构里头呢 有很多的成员 当然不一样的是 数组的单元 必须是相同类型的 而结构的成员 可以是不同类型的 数组的单元 我们用方括号 加里头的index 加数字来访问 它当中的每一个单元 当然访问出来 可以做左借 也可以做右借 那么对于结构来说呢 我们就是用点 这个地方 在这个课件里头啊 这个小原点 这个period 这个非常的小了 可能不一定能看到 这里有一个小原点 这是一个运算符 小原点也是一个运算符 这个运算符呢 用这个运算符 和那个成员的名字 来访问它的成员 比如说day.today today.date 那就是访问 today里面的那个date 如果我有个student 它里面有first name student的点first name 我们前面看到过那种point 它有可能p1 然后我们可以说p1.x p1.y 所以点是用来访问 结构里头的成员的 可是你要理解的一件事情是 我们这个时候在说的是什么 是一个结构的变量 你记得我们前面在说 我们有结构类型 有结构变量 结构类型是虚的 它不是实体 你声明了一个结构类型 只是告诉编译器说 所有这种结构类型的变量 将来长得像这个样子 但是结构类型没有东西 所以结构类型点什么什么 那是没有任何意义的 出现在点的左边的 一定是一个结构变量 结构变量才是实体 那对结构我们可以做什么运算呢 比如说对数组我们知道说 你可以取下标 这是它的一种运算 对吧 然后呢 整个数组变量 其实是指针 这事我们在指针那 把它已经琢磨得很透了 那对结构来说呢 你当然可以通过点 名字来访问它的某个单元 你也可以拿结构整体来做运算 这个时候 它表现出来的特性和数组 完全不一样 你可以用结构的 这个变量的名字 来访问整个结构 对于整个结构 你可以复值 你也可以取地址 也可以传给函数的参数 而且这种复值是 数组不能做的 比如说 我们可以做这个事情 我们可以说 P1等于 给来个大括号 5 10 然后前头 从这个类型 强制转换一下 我们知道 这个point里头有X和Y 对不对 所以我们给错了两个值 一个是5和一个10 然后用大括号给它扩起来 前面呢 加上一个强制类型转换 我们告诉变异器说 我们要把这样的两个值 强制转换成为 point 这种结构的一个变量 然后把它复给P1 这个事情就相当于 P1的X等于Y P1的X等于5 P1的Y等于10 这种事情 然后我们还可以做这样的事情 说P1等于PY 这就相当于 P1的X等于P2的XY 然后P1的Y等于P2的Y 这个事情 我们知道数组无法做的 数组不能做这样的运算 数组变量是const的东西 所以你不能把另外一个数组变量 付给一个数组变量 你也不能让数组变量 去等于一个大括号 扩起来的那么一个东西 初始化的时候可以做 但是初始化做完之后 这个数组就不能再等于另外的数组了 可是结构可以 我们来试下这件事情 所以我们这做的事情 就是说 我们做了一个today 这是date的一个变量 然后我们没有初始化它 但是我们在后面 马上给它做了一个复制 这个复制就是用了 我们前面说的这个形式 是吧一个大括号 表达这个结构的所有的 对应的所有的值 然后呢 这个类型转换成为这个stract date 完了以后呢 我们又做了一个stract date的变量 day 我们让day呢 day into day day into day 那做完这个事情之后呢 我们再把这两个变量里面的值 都打印出来 显然呢 它们应该是一样的 它们都是一样的 我们还可以再做一些实验 我们知道说 如果 如果是数组 我们通过指针的形式 做了这样的复制 但我们知道数组 不能做这样的复制 是吧 如果比如我们传到函数里头去了 那如果我现在说 day的这个 这个这个 year 等于了2015 那么现在这个时候 day和today 是不是还是一样的值呢 我们可以来试一下 我们看到说 today呢 还是2014 而day呢 是2015 这证明说 day和today 是两个完全不同的东西 它们是完全不同的 两个结构的变量 它们有各自自己的值 但是在 day等于today 这个过程当中 在做这一次复制的时候 day得到了today里头 所有的成员的值 另外呢 和数组非常不一样的地方 就是 结构变量的名字呢 并不是结构变量的地址 我们知道 数组的变量名字 就是数组的地址 所以 你对数组变量 取不取and 都一样 它的那个结果 都是它的那个地址 但是对结构变量不一样 你对结构变量 要去取地址 你必须使用and的运算符 我们来试下这个事情 我们在这儿呢 这个 有一个指向结构的指针 pdata 然后呢 我们让它取了today的地址 最后呢 我们把这个pdata呢 作为一个指针 去输出它的指针值 我们先来看一下这个代码 运行的结果呢 它会说这个地址是一个 什么什么什么 假如说 我现在呢 把这个and去掉 那编译的时候呢 就会说 这个类型是不对的 一个是stradate 一个是stradate的指针 所以显然呢 这个结构的名字 并不是地址 并不是地址 我们必须要用and来取到它的地址 才能够得到一个正确的地址值 但是呢 我们下期待的地址是不足的地址 我们下期待的地址是不足的地址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